《海贼王》作为如今最火人气最高的动漫作品,它在全世界都有着广大的粉丝基础,而在最近几年,动漫改编成为真人版的趋势也十分流行,比如《银魂奇目男熊的灾难》等等知名动漫作品都曾被改编成真人版。 如果《海贼王》也出一个真人版,那么该有哪些明星来出演呢? 1.阿龙 张翰阿龙虽然是《海贼王》中的一个反派,经常欺压村民,还虐过那美,但是他也算是剧情中让人比较印象深刻的反派配角了。 如果让人来饰演阿龙,小编推荐堂主张翰,毕竟阿龙是鱼人,连鱼堂都没有的人怎么能养好他呢? 2.香克斯 周星驰红霸香克斯是剧情中比较重要的角色。 陆飞的《航海之路》就是由他开启的,他本人的实力也十分强大,是四皇之一。 如果让明星来扮演他,小编还是首推星爷,首先星爷的演技肯定不用多说,而且在形象上也十分符合香克斯。 3.克洛船长 刘叶特洛船长是乌索普故乡,中一位有钱人家的管家,虽然他表面上是管家,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海贼,而且他还准备侵占主人家的财产。 当然最后被陆飞等人打败了,这样一位心机很重的角色,自然要找一位实力派的演员来扮演。 刘叶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4.索隆 左藤剑索隆 海贼王这部作品中的超人气角色,陆飞的同伴,是一位实力强大的剑豪,如果让人来扮演他,小编肯定会想到左藤剑,因为他就曾经扮演过一位动漫中强大的剑客角色。 浪克剑心中的飞村剑心,同样是剑客,扮演起来肯定更加得心应手。 5.山智 山下之九山智也是海肥王中人气超高的角色之一,他是草帽海贼团中的厨师,为人十分的绅士,但是也有猥琐的一面。 首先要扮演山智最起码的是一位帅哥,山下之九就不错,而且连名字都和山智这么有缘。 6.亚尔利塔 郭德纲亚尔利塔势路飞出海之后,第一个碰到的反派boss。 6.虽然他是女性,但是却长得绑大咬粗,脸上也是满脸雀斑,连武器都是巨大的狼牙棒,这么极品的角色就只能交给你了。 郭老师 7.鹰眼米霍克 牧村拓哉鹰眼米霍克是王下七五海之一,也是世界第一剑豪,代表也是十分的帅气,而且有一种贵族的气质。 而牧村拓哉同样是有名的帅哥,演技也非常精湛,扮演鹰眼米霍克想必也是手到勤奈。 8.巴基 成龙小丑巴基,海贼王中最搞笑,也是最特殊的一个角色,别人都是靠着实力,一步一步往上成长,但是唯独巴基靠的是运气。 这么一个搞笑的角色,让成龙大哥来扮演是最适合不过的了,而且成龙大哥可是出了名的大鼻子。 你们觉得上面这八位明星版角色还原度怎么样,或者你觉得哪一位角色应该由哪一位明星来扮演,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如果你喜欢这片文章。